欢迎收看小理说球新乡冠军赛迎来新赛制 不用球员终于不用身兼三项 只参加打打真的是太好了 但是这个门票说实话卖的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你说没混双那个有什么意思 混双的话喜欢咳咳屁 去微博里那些恶臭的东西去腾 想看火霜的话吃平赛有 球性赛有比赛也不少 为什么没有火霜 因为太磨叽了 因为冠军赛弄的就是单打实力最强的 这么一些人来打比赛 玩的就是单打 玩的就是观赏水平之高 玩的就是真正的实力 说实话冠军赛的实力挺高的 冠军赛对标的就是 这个大赛赛嘛 对标的就是网球的大赛赛千分级别的嘛 来的呢就是最顶级的 球赛赛对标的什么呢 就对标的是500赛 不一样对不对 什么要什么是顶级球型呀 像孙颖沙呀 樊振东呀 马龙呀对吧 王曼玉呀 陈梦呀 这也算顶级球型 他们基本上对标的是谁呀 对标的就是费德勒呀 纳达当然都快退役了嘛 德约这些 女队的话就 女队的话得对标的小温啊对不对 现在的斯瓦泰克 这奖金是多少 我看看啊 先跟大家落几分 冠军赛是1000吗 亚军是700 四强是350 剩下的就没有 没有什么 剩下就不念了 剩下的念还有毛用呀 四强之后的 四强之后就没什么分了 那个小分对于主力来说也没什么用啊 四强有给他念一遍 念念念念的啊 四强的话是175分 16强的话90分 342强的话15分 冠军是3.5万美金 我觉得也不少啊 3.5万美金的话乘7啊 3.5万3721 57 5735 对不对 将近25万吗不就是25万左右 还行啊 这个这个 也可以了 这个时间短呀 就一周啊 你那个新加坡大满贯 一周多呀 那个还要统资格才打起 1000几分不少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几大 是世界头 头几排名的 应该是有轮修 不是 是有这个轮空吧 像像 像樊正东和孙颖 四强是 呀 四强是1.8 1.8 八强是1.45 我觉得还挺合理啊 除了冠军和这个多点之后 四强 八强 和16强 都挺多的 这样的话才能吸引人来嘛 你看要不谁来啊 不过买门票的话 谁来 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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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搞挺好 加油吧 这个 9号就要 9号就要开打 门票卖的挺好 可以 对不对 说半天 说一天 到一万呢 你们对梁子质疑 人家梁子弄的也挺好 最起码 最起码门票去 山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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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票呀 299 所以起码 大家还真的是 对不对 咱们现在还是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什么呢 卖没了 卖的挺好的 这票 我为什么没去 我太远 北京我就买了 马桶票 中华 队友